再过几个月 我就要考大学了 再过几个月 我就要出师了 月东 你出师的时候别忘了 给你师父招大绑子 买几只鸽子陪的 没问题 辰哥 你说咱当时偷人家鸽的时候 谁也没想到 赵大绑子能成我师父 雨云 起干吗去 雨云 我去赵老师那儿学琴 你们怎么跑那么高啊 没事 哥 你早点回去啊 别又回去那么晚 惹老爷生气 知道了 来 你慢点啊 好 萨儿 你小云在哪儿学琴啊 在河东区呢呗 要倒两趟公交车呢 路上就得小一钟头 都怪他们省歌舞团 今天招生啊 又除什么妖蛾子 非要加一个什么什么那个 乐器演奏 我先别动 我先别动 咱们今天先喝酒 喝酒 端起来 善儿啊 过了年你就十八岁了 这杯酒 妈 也代表你爹 祝贺你长大成人 从今往后啊 你要担起一个男子汉的责任 知道吗 我有个礼物要给你 自行车 车队里发了一张自行车券 师傅们都没要 直接让给我了 妈知道你在北里的时候 就会骑车 对吗 搬来一年多 我一直没给你买 咱们大院的小伙子呀 大家都有自行车了 就你没有 你不是他们的大哥吗 妈不能让你丢面子 谢谢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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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我送你去学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这么天天送我 不耽误你学习 不耽误我 该学的我都学完了 上来 上来 大哥 李宗盛 今天我出事了 来 开车 我送你学琴去 好 金山哥 那我坐魏东哥的车了 请给我 好 那我小心点啊 大哥 我们走了啊 再见 金山哥 我来 我来 你来 我来 你来 我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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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走 来 把这儿收好了 小吃什么 快吃 自行车永远追不上卡车 唐济山有些失落 好在小云被试歌舞团录取之后 唐济山也接到了省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兄弟 能上大学 哥哥我谢 带 我要先敬你呗 别的我不敢吹 有一条 我敢保证 你要是在学校里边有人欺负你 你只管原意 我要让人弄死你 不吹你 马哥 不用弄死 不用弄死 没事 不会有人欺负 我说兄弟 有什么说什么 你看看人家卫东 现在混得是越来越好 旁边那女的是你妹妹吧 对对对 我妹妹 她跟卫东聊挺配的 有点福气相 你说呢 碰一下 然后我替她把酒喝了 马哥 对对 马哥成年都说自个儿能喝 我就不信了 是呀 叫吧 跟她干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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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我敬你 三哥 一会儿干 来 三哥 哥 你到了省长 你刚才给我写信啊 还有啊 我将来当兵 离家也远 你回来比我方便 以后这家里边 老爷就交给你了 你放心 我不但会照顾好老爷 我也会照顾好小云 你放心 踏踏实实地去当兵去 老三 那个 小云呢 我就想 重复给卫东照顾了 好 行 哥 那个 老三 我听懂了 你 放心吧 我 就是照顾好老爷们 你平安 我大学生秀才 你不是 听我说两句 咱这个儿鱼当中 出了一大学生 不是个简单的事 对对对 来 哥儿鱼起来 干一杯 来 来 大哥 谢谢 哥哥 谢谢 哥哥 谢谢 哥哥 干了 干了 来 我少喝点 我少喝点 我不行 这嗓子菜 这喝太多了 卫东 我敬你 不是 大东我敬你 不是 我敬你 第一杯我敬你 我来这儿第一天 卫东就让我头上开花 这叫什么 这叫重头彩 好 别别别 第二杯 敬我卫东在我面前 直接脱裤子 这叫坦诚香甜 别别别好 大哥别做你那事了 第三杯 敬我卫东 负重跟我赛跑 这叫什么 这叫舍命裴俊子 好 这你就都知道 大哥耍赖的 对 赢了我妈 第四杯 敬我都为我骂 挺身而出 这叫兄弟情深 不是 张恩凯 张恩凯 大哥 大哥 别喝你 你少喝点大哥 今天是祝贺你上大学日子 你知道 这个我替你喝 你喝多少 我全陪你喝 来一起喝 不是不是 第五杯 我也喝 不是 来 我陪他这么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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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 我来请你喝 你 云 你替我喝什么 你替他喝什么呀 老爷们儿的事 女人少插嘴 大哥 我听 你也别喝大哥 都别喝 我喝 我喝 你你别来 哎呀 你别管我 小云 你也别喝了 你喝多了 你小心你会尿炕 谁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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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哥尿炕 东哥尿炕 跑那么快吗 不知道 那就是回家 他要去收被子 年轻的唐吉山 在那一刻并不清楚 他为什么会当着众人的面 泄露袁卫东的秘密 或许是因为怕输 或许是因为嫉妒 或许他年轻的心 还不懂得如何承担 别人托付的秘密 女君 我先去找这儿了啊 你快点啊 好 夏云娜 你给吉山吃的东西 怎么还不拿出来啊 哦 你真是想说 对我 你这儿 你急着醒一下 刚才都看到了 她的人 我们是怕不够 Luna 我还的 你把手 Job 我还能够 走 我还能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往日的情景 只能让此刻的袁卫东 更加痛苦与愤怒 他不愿再去想 堂济山突如其来的背叛 他只想到 那无忧无虑的最好的时光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带着对堂济山 无法释怀的心结 踏上了自己成年的路途 我旁边总的就是你来找我 您要多注意身体 人家家人信 还有 您每天吃饭 我吃点给老师当事 好 请吧 任平 老爷 二哥 终于赶上了 把这拿着 二哥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少废话 我到了部队有钱 没多少钱呀 就一月工资 我爷们出去 这没钱怎么行啊 到了部队有什么事儿 有什么需要 尽管写信 家里头交给我 好 好 那个 这破妈妈这场面 我也不愿看 我去上班去了 把我走了啊 二哥 你 别再记恨大哥了 咱们也都是自己家兄弟 人这一辈子 能有几个好兄弟 你说呢 二 找我自己 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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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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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多注意身体 再见 不到了部队给你们写信 再见 再见 好 这 这 卡带了 机器没坏 你们这帮女生用东西真废 能不能省着点啊 原书笔吗 不占有 哇 好了 我就说吧 只要唐极山一出手 肯定就修好了 下次这种小活别找我啊 我整天很忙 唐极山 星际六晚上有舞会 你过来吧 舞伴随你挑 怎么样 过来吧 过来呗 星际六晚上我有选修课 来不了 谢谢啊 我就说嘛 她肯定有女朋友了 不会来的 我觉得她没有 她三年都是全佑生 谁啊 是晓芸啊 季姑姑 来 屋里坐 你老爷好点了吗 好点了 这些是老爷让我送来的 这我可不能收下啊 拿回去给老爷 让他补补身子 不用了 季姑姑 这些都是来看老爷的学生送的 医生不让他吃 但是 如果是 季姑姑吃不完的话 还可以 留着给季山哥吃吗 还惦记这个混小子呢 他昨天 来了封信还提前你的呢 听我什么 问你啊 有没有男朋友了 还问 我记不住了 我去把信拿来 你自己看啊 听说自己一直惦记着的人 也惦记着自己 潘志云既甜蜜又慌乱 季姑姑 季姑姑别找了 我得回去给老爷煎药呢 我走了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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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叔 您的徒弟就是人机令所有桥啊 卫东 你这又是给潘芝云他们家修的吧 董子 喝水啊 谢谢阿姨 卫东 瞧瞧 师父给你打这菜不错吧 你小子过了年也二十二三了吧 我带你这岁数 我早就 你跟潘芝云那小丫头算出对象吗 你呀 听师父的 这找老婆就得找个能过日子的 别跟你爹你妈似的 吃饭 师父 吃饭 谢谢师父 我说什么你得听得进去 东哥 东哥 您快去看看吧 潘芝云老爷又抢救呢 这回怕是快不行了 我去吧 靳师父啊 松松走 上车 咱们抢医院快快快快 小云 这钱你拿着 现在正是急等着用钱的时候 你就别逞强了 我们大家都是周老师的学生 像当年上山下乡 天南海北这几年 周老师可没啥给我们寄东西 现在他生病了 我们给拿点钱的是应当应份的 小云 听话拿着啊 你老爷要是不用这些进口药 早就撑不到今天了 这一千块钱是大伙凑的 先把医院的医药费给续上 不够的 我们大家再想办法 对 谢谢 谢谢你们 这钱 这钱能当是我借的 我以后会还给你们 不不不 不用还了 给周老师看病要解 季阿姨 各位师父 您放心 小云借的钱 我需要一顿还 张大夫李大夫 三肠病人需要急救 老爷 老爷 我是小云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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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咱们要这样 我对手 老爷 把晓云交给我 您放心吧 老爷 老爷您放心 我会照顾晓云的 我 老孩子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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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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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想带回来 给老爷看看 妈 老爷看病签的医药费 我想替小云还人 师父 你走的时候 就把小云的豆腐给毁东了 毁东也表态了 要帮小云把钱回来上 我就是想 这几年 我想慢慢都拿全优 我这几个假期 也没有正经回来过 也没有照顾好老爷 我就是想 给老爷做点事吧 再说 我也是瑞铭的大哥 我 也不只是只帮小云 对吧 能扛事儿了啊 善儿 你记住 这钱只要是不偷不强 不干违法的事儿 堂堂正正正来的 每一个怎样 都是堂堂正正的爷们儿 妈由你自己做主 是 善儿 有空去看看小云吧 她这几天一直都在发售 我听我妈说 晓云也病了 发烧 怎么样 没事 刚打完针 他睡了 没事 烧进退了 听说瑞敏要回来了 瑞敏本来想是服完三年兵役 能转移治愿病呢 结果老爷这一病 也打肺炎报告了 我昨天给车队打了一电话 说明儿早上能到 找我事务去接 追这场兵役馆吧 这里是医院 不能抽烟 我听说老爷生病 欠了很多医药费 没事 没多少 我能小妈还上 我知道我从小 让老爷操了不少心 想着到部队以后吧 一定要好好表现 让老爷也为我骄傲一会儿 在部队里边 什么脏活累活我都抢着干 在远的拉链 在苦的远夕 我都冲在最前面 连这三年我家都不休 就想表现好 能立功 能赚成职员病 到那个时候 工资待遇也好了 就可以拖几点钱回家 小警老爷 找过小云 结果 结果连老爷最后一年都没见着 对不起啊 都怪二哥没把老爷照顾好 对不起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这几年一直是卫东照顾老爷的 我听我妈说了 有卫东在 老爷走得挺安心的 没有了 大哥 我这一直辛苦着跑车 哥 卫东哥做的可多了 家里买煤 换气 冬天供暖 囤大白菜 修电室 修电扇 就连爬钢 换个灯泡 都是卫东哥做的 他还不让我写信告诉你 告诉你 小小学 你说这些干嘛 还不是一吓人吗 二哥 谢谢你啊 别别 那我明天就返校了 你不是才放下回来吧 那个学校暑假安排 郭庆杰吧 郭庆杰不再回来看你 老孙女 不会送 我来送季晨课 移送什么 由于王晓晨 我恬这道吗 你这 我还病着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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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送我呀 我送你啊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走 我回学校想找一个勤工俭学的活儿 想替你把姥爷借的医药费给还上 你怎么了你 你哭什么呀 别哭了 哭什么呀 你怕那钱还不上吗 不就一千块钱吗 没事 我有本事能赚着 好吧 以为这事伤心了什么 不用你管 这本来也不是你的事 魏东哥有本事 他会替我还的 他还 他还那是替你还的 我替老爷还不行吗 那行啊 那等你赚了钱 你自己给老爷去 去吧 二哥 老爷除了把晓晓托不给你 还说别的吗 爷 没来急说什么 像刚才大哥说的 老爷做得很安详 二哥 老爷钱的那些医药费 我来还 别说外话 别说外话 我这当哥的吧 也没让妹妹伤心 回来路上吧 我一直在想 从小到大吧 我倒是妹妹照顾我的份多 我 现在老爷不在了 我就想让我妹妹 就想让我妹妹能够过得好点 行了 三儿啊 咱俩就没什么生分了 你不还得 让那任务部跟你安排工作呢吗 得有些日子 老爷子 我跟车队申请了 过两天跟师傅跑长途 能挣得多点 你放心账归我还了 你甭管了 瞧一瞧 看一看了啊 这个牌子的人参风亡浆 在苏联那都脱销了 全部出口美国啊 美国大总统 炖炖早点洋面包上抹的 都是这东西 好吃着呢 你要不好吃 觉得有什么问题拿回来 我把钱全还给你吧 撑吧 还滋阴壮阳子这东西 就是这家店 上次我在这买了二十盒 回去还不够分呢 你们俩来过是吧 对 怎么样吗味道 挺好的 来十盒 十盒是吧 老板给我也来十盒吧 好嘞 四十块钱 我来两盒 来 我来两盒 你慢慢来 慢慢来 慢慢来 行 老板我来两盒 老板来两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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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你这是卖刀吗 什么刀啊 四把刀 老弟啊 我这没看见你这做生意忙着呢 你什么事 成八顿讲究 哎呀呀 做生意吧 这讲究形象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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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格 老师 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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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要来给我打工 咱们是省理工学院 积电系的高材生 你这不是成天超超着忙 没人手吗 我就给你介绍点了 你那点焊虚了 小伙子 你过来试试 还真不错啊 还真弄响了 星期天有时间吗 我天天都有时间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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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对 这个 对对 老东 来来来 小心点啊 慢点 不是 这是哪年份 拿好呢 谢谢师傅 这趟长途 开点窍了吧 我跟你说啊 跑长途赚钱 不在乎这点 补出今天的辛苦 就是咱们这空车 往回走的时候 沿途这些小厂子 有货往前带的 只要赶上咱们这些 长途司机的班次 咱们的空车 就是他们的货车 懂了吧 这就是广东人 发财的生意经 是 哎 师傅 您看 咱这一趟道 看一些广东 跑供销的 是跟咱们那儿不一样 人都活了 而且人吃的穿的 带的用了 瞧那 这年头 什么叫让一部分人 先富起来 就是让一部分 胆子大的人 先富起来 你们那个 四把刀马云涛 人家放着 肉林厂的工作 不干了 不过也上省城 干个体户去了 听说还老往东北 隋州岭那边去 发大了 你啊 学着点 啊 盯好了啊 哎 就一车西瓜 你们猜怎么着 一辆拉达叫车 开回来 所以我跟你说 季山啊 瑞民这次来省城 我觉得对 这一步走得非常英明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呀 你要是一头扎在江水 大好青春可就废了 你们看看 你们那个二兄的 魏东 一头扎在广东 一趟一趟的跑长途 都不想回来了 所以我说 季山啊 你毕业以后 也不能回江水 你要回去就废了 你毕业 分回江水 你在那儿当个工程师 一月挣多少钱 就是三块六毛八 在那儿再憋一年 等着转正 再干三年的科员 五年之后 才有可能提干 当个辅科 就你那猴子屁股 能不能坐得住 还俩人说着呢 就算你一路上 世储走到底 走得特别好 顶到头 也就是退休之前 当个副院长 那你兜里才多少钱呀 你看看你现在 就这半年 每天夜里边 过来修修电器 细水长流啊 没断心 瑞民 你哥为你们家欠那些债 可是没少费心思啊 修电器的叫上门 他连课本都不打 这半年 风里来雨里去的 从东城祈祷西城 前两天学校找到这儿来了 说是要给他处分 马哥你讲散了 你再说说那个隋州礼呗 隋州礼